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包括对台股 那出具的一些评价报告 就上市贵公司 都大幅度非常的保守 并且是比较悲观的 所以市场在查 那我相信应该是这个冲击到早盘 短线上雅股稍微就比较 就表现比较弱势 面对台北股市 各位请看 这个是在礼拜天 礼拜天 今天是已经进入礼拜星期四了 那今天叫14870 也就是说加权指数只要在870之上 那你要强迫自己极为乐观 是吗 是 870以下你就稍微观望 不要那么激动 那现在到底多少 现在14都看861 所以只差9点 你说是吗 对啊 各位您在收看这个单语 可能已经中午12点了 很不重要 重要在于各位请看 这个叫VIX波动率指数 那刚才在台股开盘后 我们看了一下VIX的报价 大约落在26.3到26.4之间 它就停在这个点 那么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看到国际股市的 特别是雅股的部分 表现不是那么强 各位请看 因为VIX本身它叫恐慌指数 又叫波动率指数 它是反向的 它跟台湾50反一一样 它是反向的 就是说这两个商品往上走 不管是VIX 或者是台湾50反一 往上走股市一定是跌 那可是它的差异在哪里 VIX是先行指标 台湾50反一不是 它是比较被动型的指数 它是被动型 它会比较晚 它会慢 那就是说它会比股市的走势会稍微晚 一天到两天 什么事 你说那晚值得做参考吗 我的看法 它的价格不值得做不需要 就是台湾50反一这个价格要往上走 还是往下走 对我来讲我觉得不重要 不重要 对 关键在于它为什么要向上行进或向下修正 我觉得这个比较有意思 所以我们稍等一起来做观察 首先先看VIX VIX最从在礼拜天晚上 就是礼拜六 就是我们台湾的礼拜六凌晨 然后出现最大的关键变化 就是整个框架这一整个月出现改变 它只有两个点 一个叫24.55 一个叫26.15 这是我们在礼拜天 我个人在晚上直播提到的 好 那我们就一直往下看 那接下来它一直压在26.15 就是从礼拜一开始 开始今天已经礼拜四了 到现在为止 你会发现到 波动力指数就一直以26.15当作轴心 然后就上上下下 站上26.15 跌破26.15 又站上又跌破 代表怎么样 代表国际股市属于什么 一个高度恐慌 什么是 因为你只要在26.15之上 那叫高度恐慌 就是市场很害怕 害怕会大跌 相对的 相对的如果跌落24.55 不一样了 代表整个政策市场是蓬勃强劲多方攻坚 那相对的进入24.15到55到26.15之间 那么股市表现参差不息涨涨跌跌都有 是吗 所以在26.15之上市场就会提高警戒心 那现在呢 现在报价大约落在26.35左右 所以市场会比较 你会看到商品价格比较疲弱 OK 所以紧接而来 但是大家会担心说 这个博会死去 不会啦 不会啦 为什么不会 好 这是mix嘛 它是先行指标 那我们再看同时 同时就是道琼工业指数 相对的它也是跟台北股市 加权联动比最高的商品 好 我们来看 这是今年以来 道琼的走势 一直到8月30号 那各位静静看这张图 你一定告诉我 那这个就要叫我看什么 因为没有东西可以看 对不对 你只能看形态嘛 依照看形态 因为我什么都没有 我连平均线都不给它 什么KD MACD都没有 所以你没得看 第一个你只能看形态 看起来也看不到 那退而求其次 你只能看最标准的叫量价 量价叫同时指标 它是同时的 那我们怎么如何利用量价 可以针对未来做出正确的展望 那很简易 你先把最大交易量抓出来 再抓出次大量 这样就够了 是吗 任何商品都一样 OK 我们来看 以道琼今年到8月30号截止 最大交易量发生在6月17 次大量是在今年的3月18 是不是两个点 你就看交易量就可以了 我们只要看交易量 这个叫次大量 6月17是最大量 好 我们把爆出大交易量的 交易价格抓出来 然后在当天 为什么叫同时 就是当交易量产生了 在这个价格 即时就产生一道未来的景线 马上就产生了 所以我们来看 在3月18号当它爆出这个巨量之后 它有没有产生一道无形的压力景线 有吗 然后事后你看它不是都压在这里吗 OK 相对的我们看下缘 然后因为守不住这个景线 守得住这条蓝色的景线变成支撑线 那守不住这条就变成压力 那因为它守不住 所以它就往下跌 往下跌要寻求什么 寻求多方的摊头宝 摊头宝在哪里发生6月17 就是它就这样这样一直跌 一直跌 上涨就再跌 任何的反弹都是破底 一直到了6月17号 出现了关键的转变 这怎么转变呢 因为它爆出比3月18号 更大的交易量 那整个就扭转了 如果6月17号的交易量 小于3月18 那代表它会扭转 但是呢 终究只是个反弹 那这个点它会守不住 这个点最后会守不住 如果6月17的交易量 小于3月18 它会守不住啦 可是我们看到不是 到目前为止 今年以来的最大量 爆在6月17 所以代表怎么样 高档有放量了 低档也爆量了 所以商品价格是进入这个区间 但是因为低档的量大于高档 所以代表它会过 会过 会过3月18 就是代表道琼其实有能力 道琼会再创历史新高 什么事 单纯就量价来看 所以美股道琼 从同时指标的角度 它没有问题 领先指标Mix 代表说指数这里在做高档 有恐慌 确实有恐慌 高档的震荡整理 OK 所以你就得出两个区间 一个叫29888 一个叫34754 好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昨天 我们在昨天早上 特别跟大家分享 台股有一个东西叫周循环 就是它每一周 每一周 如果该周是涨的 它一整周会涨 该周是跌的 整个礼拜会跌 你说你欧白说 我没有欧白说 你自己用眼睛看 你为什么不尝试 去接受真实发生的事情 你不能说因为没有听过 所以你说不懂那种东西 你没有看我把每个 这是星期四 我把每个四 每周四 每个星期四 这个就是昨天 星期三 这昨天早上刚开盘的时候 然后我们昨天不是讲到吗 他的压力会来多少挑战多少 15090 你说小英明你还15090 现在是14830 对你讲的对 现在是830 问题是你看右上角 这多少 这是14 没错吧 你跟我说这张这张 15095 本来是不是这根 他冲上来是5090一定的 他一定是090 什么是啦 你就静静的看 来 这个是星期四 星期四 四 五 一 二 三 叫一周 所以四 五 一 二 三 四 这个礼拜是跌是涨 这个礼拜当然是跌 四 五 一 二 三 四 这个礼拜是跌是涨 是涨 是涨 四 五 一 二 三 四 这个礼拜是跌是涨 是涨 它一涨不就都一周 那一跌呢 一跌也是一周 四 五 一 二 三 四 四 对不对 好 这个四是上周四 所以上周四到昨天是不是结束了 到昨天是结束 昨天是星期三 所以我们的看法就是他就是挑战15090 那么往下交15010 15010 你一定告诉我 他没守住 对他没守住 就代表那接下来该怎么办 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 我觉得不会 对了 对了 我们不讲过吗 就看两个的比对了 就看台北股市跟道琼之间的差异化 好 第一个 今年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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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权跟道琼最大的差异 因为两个是联动比最高的 今年以来到目前为止 我们发现到差异最大 是在7 7月13过后 最大的差异台北股市落后 道琼高达9个百分点 到昨天为止收链 从9个百分点收链到剩5个百分点 目前又扩大到6个百分点 我们预期这个收链会持续下去 一直到两者合并 什么是 这是很正常的 那我们来看 各位请看这是昨天 昨天8月31号 外资的买卖 那么最主要就是他买了 长荣行 长荣阳明 华兴友达 对不对 附身300玉山君群创 右边 卖超的部分 他昨天卖了00632R 台湾50反一 卖了17000张 你说所以我们去卖还是去买 不是 他卖跟买 他涨跟跌 理论上我没有兴趣 是啦 我不在乎他是涨是跌 那你不是要推荐我们去做买卖 我没有要推荐你 我说我们一起来看 我们要买的不是这个 稍待我会告诉你 我们一起来看 看 为什么要看呢 各位请看 上图 上图 叫00632R 台湾50反一 对不对 第一图 第二图 叫外资的买卖 第三图 第三图写一个融资 那个融资一定是台湾我们的一般投资人 你说什么 是 然后操作有一样吗 当然不一样 那个融资保证是台湾的投资人 专业投资机构不可能用融资 他不会用融资 一定是现金买卖 然后你看00632R R是反向的 他是台湾50反一 0050是台湾50 台湾50反一就是我跟你是反向的 也就是00632这个台湾50反一往上走 往上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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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市会怎么样 股市会跌 他向下跌呢 股市会涨 会涨 关键在于12月 是吗 很多朋友一看一定说从1月 这1月最低点 涨到7月 他是不是涨到7月 这个1月是什么 这个1月是加权指数18619 这个7月这是什么 7月7月 7月是台股落底13928 这里是18619 18619 一路跌到13928 所以他是反的 他说从这里 关键在于你要看底下的外资 你知道吗 很多投资人很聪明 我不知道 你那么聪明 我觉得不需要很聪明 我们只要去接受真实发生的案例 真实发生的案例就是12月份到1月 它是不是在往下跌 它不是在涨吧 这明明在跌 这明明在跌 对不对 它在跌 它在跌代表什么 代表台股往上一直涨 涨到这里 18619 问题是 这个外资从12月这个下跌 它就开始在买了 它从12月11月开始就一路往下买 买到1月 然后继续买 买到什么 买到7月 它从7月开始领先国安基金率先做卖出 对不对 你说然后呢 然后你要继续看 你说我要怎么看 就是这个台湾50反一 我们事后来看 它在上涨的过程 纵使大涨之后的大跌 纵使大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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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后来看都在创新高 对不对 也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外资 我管你是有没有大跌 我管你是个大跌 我持续就是买 买到这个商品一路往上走 对不对 我不是要探讨 我们现在该买该卖 我觉得那个不重要 我们要找出谁是元凶 因为这个外资真厉害 从0050这个大跌 他不在乎 他就是买 当他开始被他买到开始涨了 他继续买 他买不停 买到他确定我不买 我要开始卖了 什么时候七月 他领先国安基金 率先卖超0050反义 代表什么 代表他内心开始做多台北股市 因为这个再跌代表 代表这是13928 这是18619 这样差5000点 结果他是不是开始卖了 对不对 你看昨天 你用今天大跌又怎样 昨天又卖了17000张 他是不是一路卖 卖不停 一直抛售 为什么 他认为台股要大涨 是吗 那你就用看的 这里买了114万张 这里卖了74万 那昨天又卖了17000 你就再加上去 那底下呢 底下就是台湾的操作者 一般的投资者 就乱做 你说乱做 当然是乱做 他怎么做得瘾 这是不是一直跌 这个下跌过程 你只要去买他 他就破底 你买他他就破底 不管加权指数 当天大涨大跌 反正不在乎 反正他就一路跌 这不是个事实 那你就看外资 这家外资 这家外资 就这样子卖 这样子卖 然后呢 这个呢 这个就乱做 这个乱做 对 他是不是从这里 一路卖下来 他从这里 卖到这里 外资从这里 是继续往上买 所以他一路卖 结果这个是大涨了 然后接下来 这个融资就拼命买 结果是大跌 他在这里卖 结果商品是涨的 他在这里开始买 结果商品是大跌 不是乱做 那就乱做 不是吧 金融市场只有一个 叫做对跟错 你讲了一大堆 这个会怎么样 会怎么样 会怎么样 结果你就是错的就错的 对不对 那你说该怎么办 那还不简单 你就看这个外资 这个外资 只要持续再买 0050反1 代表怎么样 台股会继续跌 相对的他一直卖 卖不停 一直卖0050反1 台北股市就是大涨 不就这样子 你就接下来就这么看 你说那个股该怎么办 我们在 这个礼拜不提到 叫要等爆量长黑 爆量长黑 我们在礼拜天先举了两档 一档叫利基电 一档叫文帽 对不对 然后在昨天利基电没有大涨 就有上涨 但是文帽就飙涨停 我没有买 我没有推荐我们的成员买 因为他没有爆量 他只是一路长黑 但没有爆量 那我们一直等到 有了这一档了 爆量长黑了 你就看 这不就爆量了 然后不就长黑 对不对 第一个他确定爆量长黑 我们讲做好最后一集 final impact 不就等他来撞起吗 来啦 爆量 然后该怎么办 那就给他买进 所以呢 这个爆量 这个 这个次大量 这个最大量 次大量是34,412张 最大量是发生在 星期二 60,360张 就爆量长黑了 然后今天我先偷看一下 不是啊 我不能保证你会大赢 我怕你受伤 OK好不好 所以我先看一下现在的价格 现在价格我没看到 现在价格小跌 是啊小跌 我觉得OK啊没有问题 如果欢迎各位 可以加入我们的Lite Add好友 在这里也祝福所有好朋友 哇 身体健康操作顺利 今天的强弱关键 14870 OK 谢谢你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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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甚深评估 并且订阅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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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